大家好,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來做一個這個琵琶機 製作方法呢基本上我是在網路上找YouTube看到的 基本上呢我首先是用啤酒,用任何品牌的啤酒都可以 用啤酒呢醃這隻雞,我從早上11點醃到現在 現在已經下午大概3點了,有點有點過久 但是沒有關係,久一點比較入味 在醃的過程呢記得說要這個常常幫它翻身 這主要是這個雞胸部分呢,你要讓它比較有醃到 醃好之後呢,我們要把這個雞拿出來 拿出來呢,我們現在把它放在砧板上 這個湯呢還可以用,我會教你怎麼用 我們現在先把它拿出來 然後呢,現在呢我們看到這隻雞 要怎麼把它剁開,從胸部這邊切開 記得不要切到自己的手 來瞄準,從中間開始慢慢割開 可以感受到這個肉呢,被切開了一剎那 就要把骨頭切斷 當然我們不要太用力 因為太用力的時候呢,都把整隻雞肉切開來 我們不要這麼做 我們要讓它這個基本上雞背還黏著 這骨頭還沒斷,可以努力一下 OK,看斷了沒有 還沒有 差不多了 現在這個雞已經切開了 我們要讓這雞呢,稍微醃一點油 你可以用任何油都可以 但是我今天想說用一些沙拉醬好了 因為這個沙拉醬已經 這個還可以用 12月4號2009年到期 還有一點時間 其實我這個沙拉醬吃得有點痛苦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高級的沙拉醬 你可以在Costco買到這一罐 我手太油了 爸,幫忙看一下 幫忙看一下這一罐 我手太油了 這個 這個 因為導演跟演員是同一個人 所以需要一點幫忙 打開了,謝謝謝謝 好,那我們就用一點 因為這個是 它是有洋蔥,所以它有一點甜味 但是它有蠻強烈的酸味 因為它畢竟是沙拉醬 所以我們就來研究研究 做做實驗 因為這裡面有一些 有蔬菜油 最好如果你有橄欖油,用橄欖油會更好 本來我在想說用中國式的 用點這個麻油 結果呢,我們加麻油用完了 所以就只好 用一點不同的東西 再多一點好了 待會呢,所以內面弄了之後呢 背部也需要塗一下 背部塗一點 這隻雞還蠻大隻的 看會比較容易看一點 OK 待會呢,在烤的途中呢 大概每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就可以再把它再塗一遍 但是你不用塗這個 這個 沙拉醬 因為這樣會太酸 所以呢,當時它塗的時候 可以改塗這個醬油 或者是其他的 蔬菜油都可以 來 點得起發燥的齁 好啦,我們現在塗的差不多了 不過呢,現在就是要這個 把這隻雞呢,放到我們的烤箱上 所以先讓這個攝影機先暫停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呢 用了一個瓦斯的烤肉架 這個是 Stanus 不鏽鋼 剛剛其實我已經把它 燒到這個 700度的地方了 當時煙霧瀰漫 快把我嚇死了 那現在呢,我們這個 稍微示範一下 在美國沒有人在 洗這個 烤肉架的 都是把它 燒到很高很高的高溫的時候呢 把這個 碳刷掉 就這烤肉架也是用這個 Stanus做的 然後我們要刮一刮 這時候可以把火關掉 因為是瓦斯爐 所以很容易就開就可以關 所以這個 刷這個架子啊 我爸比較厲害 非常有心在看見的刷這樣 除了這個刷之外呢 你還可以用這個紙巾 紙巾把它推一推 其實會打到更好的 這個清潔功能 我們今天是烤雞 如果你是烤牛肉呢 烤豬肉 它比較有油脂 可以用大火快烤的 因為我們是烤雞 所以它比較厚一點 那厚一點的話呢 就不太適合說 用這個 高溫的烤 的烤法 所以說呢 我們要做一個東西叫做 這個 間接加溫 這是我們的雞 這雞要怎麼放呢 你基本上要全程呢 都是把雞向下 然後裡面是張開的這個方式 OK 然後 炒一炭 然後呢 這個雞已經放好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開火了 然後 從最左邊開始 然後用最小火 我確定火有開 然後轉到最小 右邊也是 開 然後轉到最小火 這最小火啊 我們其實也怕它會烤到乾掉 所以呢 這個需要 加一點這個 剛剛我們的 醃漬的時候呢 有一些這個 啤酒還有剩下 所以呢 我們把它倒進來 它邊加烏的時候呢 這個 能夠保持濕度 其實用瓦斯 烤肉啊 這個一個好處 除了說 它很容易就可以開 很容易就可以關 第一個優點就是說 它呢 其實這個 二氧這個 天然氣在燒的時候呢 它最主要產生的是 水分 所以 有這個東西呢 放這裡好了 有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 用這個 瓦斯烤 它肉比較不會乾掉 那唯一缺點就是說 你如果要煙燻啊 就沒有地方可以放了 好 那我們待會再看看 我們希望 溫度能夠維持在350度 F 現在是下午大概6點15分 這美國太陽不太會下山齁 這溫度呢 我現在稍微把它火轉大一點 讓它到達350度 F 相當於 100 175度C 好 然後呢 在當中呢 我一直有在 把它多刷一點這個 啊 美國的這個烤肉醬啊 然後 我也有用一點這個 啤酒 這個啤酒 你看有點快快滾 所以用這個 沒有的醬 把它刷一刷 好像太乾這樣子 我剛剛呢 在 啊 剛剛我大概只開過幾次而已 每兩個小時開一次 其實你可以多多照顧一點 我現在這裡有溫度計 已經到165度 除了用這個溫度計之外呢 有一種這種現成的 可以讓你插在上面 直接用來烤 那像這個是屬於這個 啊 專門是烤雞肉的啊 火雞啊 或是鴨肉這樣子 那這個呢 專門是烤牛肉用的 然後你應該可以看到 當它一溫度到的時候呢 它就會到紅色的部分 這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它的這個設計 是還蠻不錯的 就要短一點 所以直接插在上面 那我現在這個溫度計呢 呃 基本上它並不是讓你 一直插在這個上面使用的 它長度還蠻長的 那這是它的套子 上面有寫著說 有講說各種 各個溫度 各種食物應該是什麼樣的溫度 好那像比如說 它講到說這個 如果是HAM的話是140度 如果是雞肉的話呢 要180度 那看來我們的溫度還沒有到 但是我們已經有點等不及要吃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烤的如何 烤的如何 可以看到這皮已經是有點這個 呃空心的感覺 所以應該挺不錯的 我們看一下齁 這既然快要起鍋的話呢 我爸媽已經有點想要直接來吃了 現在鏡頭可以看一下 這是它裡面的情形 如果想吃的話呢 那就把這個火呢稍微打開大一點 我們把旁邊的火關掉 從中間的火 我們現在是用比較大的火 這個基本上大火不能用太久 然後我們把這個橋放裡面一點點 你看這個多漂亮 加點這個飲料 這個油有滴下去耶 所以可以看到有很多煙開始在 好了 待會再看一下囉 先看這個火鍋 的